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里边看到这种冷酷的东西 还有的导演像你说杨德昌 他看成刺杀 像李安后来说 他看这个小说他看到温暖 所以说现在我就发现 还有人在聊什么 看到汉奸 最近很多报纸媒体都在谈 他这个电影 我就预感到要掀起一轮新一轮的汉奸讨论 汉奸讨论张爱玲热 我不知道领导怎么看汉奸这个问题 其实很有趣 我先跳一下 就是讲说这个女间谍 这个色友的这个色界的这个故事 那其实色界这一年去那个威尼斯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有点担心 就是看到了片子之后 就那么大胆的那些床戏 其实评审会怎么看 那个艺术跟这个商业 或许会不会只是一个 我们说一个rip off 就是利用了艺术的名称 然后来达成一个商业的动作 那其实刚好呢 我发现在那个评审的那个裁判席里面 有两个导演 一个导演的是荷兰的一个 原籍荷兰的一个导演 叫Paul Verhoeven 就是本能的那个导演 那他最新的那个电影呢 是一个荷兰版的色界 就是讲真有其人的一个女间谍 如何去设有一个德国的一个纳粹的军官 再上也有上过这个电影了 那真的那个相似度那个故事 光是那个故事就已经有90%了 那还有一个导演呢 就是一个法国的导演 那他对女人的性解放那些题材 是很感兴趣的 所以后来我知道有这两个评审 又知道那个色界拿了那个金丝 我就觉得说 对因为李安这个东西 其实他还是有些人会 他们在自己的位置上 其实也在做一些类似的工作 所以他们也在这个电影中看到那个 不管是那个主题还是那个美学 值得被肯定 我觉得 文道最近去上海开会 好像还 对因为我碰到一些学者嘛 一起在聊天嘛 那有些学者就席间谈起张爱玲 那么因为我们一桌人呢 都是一帮香港来的人 跟台湾来的人 那么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张爱玲 那么就很有兴趣听上海学者怎么讲嘛 那么他讲起来很奇怪 他就一开口他就提到张爱玲呢 他在政治上或者是人格上面呢 是存有争议的 是有问题的 怎么样怎么样 他先把这个前提拿出来 然后再去谈他的作品 然后这一点是我们很多港台的文化人 学者不会这样子讲话的 就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比如说看张爱玲小说的时候 我们从来不会想 这个是个可能有汉奸嫌疑的作家 就算不是他不是他自己不是汉奸 他起码做过汉奸的老婆 会这样子去想的 我们不会这样想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所以你在看色界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围绕着一帮汉奸 就出了故事里面的人物 然后故事要描写的当时的那个情况 然后这个原来小说的作者张爱玲 跟他的以前的情人胡兰成 这一帮人 很多重的都是跟这种汉奸汉奸汉奸 间谍间谍间谍 然后立场不稳这些东西 简单出报 我就觉得长期以来 我们习惯于看人呢 就一个标准 就一个标准 比如说或者政治是非 你比如说我举例子来说 张爱玲 现在大家找当年他住的那个地方 也是在什么敌尾租借 一个挺交界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说 当年他周围的环境 也是挺险恶的 但是在张爱玲 就说并不像张爱玲小说里描写的那种 好像与世无争 跟这个没什么关系 实际上当时 你比如很多人有不同的选择 很多就左翼 比如说反日 什么的 放下你的鞭子 都在搞这些东西 而且呢 这个大敌当前 是有这个气氛 但是呢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 看不出来 但是我现在觉得 你要用另一个标准来看呢 假如说是一个作家 他能够不为当时外界形势所动 写他自己要写的东西 这个事情在今天看起来 你看那有一阵 咱们说那个 小城之春 那个废墓 这我跟你说 多少年 新中国建立以来 我没听说过这个导演 和这部电影 因为什么呢 当时就是说 大家都在全民抗战 所有的文艺创作者 文艺工作者 你都得发动群众去抗战 怎么你还在独处异于 在搞你的这个电影呢 可是问题你看也很吊诡 50年之后 或者100年之后 有人又拿出来 说这才是真正的 艺术上过硬的 好东西 能传世的东西 这个问题该怎么 但你想想看 你刚刚用回到张爱玲那个例子 就是一个作家或一个艺术家 面对一个这么庞大的世界 这么复杂的现实的时候 他可以选取很多角度 他 我 你比如说 我用粗暴的说法 他可以反映不同层面的现实 张爱玲是很写实的作家 我觉得是 对张爱玲完全不是 大家觉得 因为当时很多人批评他 就说人家都在抗战 然后你就不顾现实 你去写一些那种男男女女什么 但是为什么那个不是现实呢 那是很现实的 他写的东西是非常现实 所以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在于 张爱玲这种小说 如果他不是在暂时的时候写 我们想象一下 他是今天写 或者是20年代写 就还没开始抗战的时候写 大家都不会觉得有问题 但是在抗战的时候写 大家都觉得那很有问题 这表示我们都有一种想法 就觉得你可以用很多不同方法处理现实 平常大家说这个都觉得没问题 但是到了某个关头的时候 我们把现实的定义 跟对现实可能的诠释 垄断在一个层面底下 你只能这样子写 领导 假如在抗战期间 你这个话剧导演 你该做何 你要做什么选择吗 你还弄包法力夫人吗 还是应该弄什么 放下你的鞭子呢 我觉得张艾玲恰恰就是有趣的地方在这里 就是很多人说他的小说很难拍 就是因为他的人物其实并不讨好 那我觉得这个不讨好 已经是很现实一件事情了 那如果他又不现实的话 他为什么不写一些 就是大家看了之后都爱死的一些角色 所以他给予这些人物 很多他们的一些心理的状态 其实就是受当时的社会的影响 所以他们才会有这么的一些想法 比如说特别的自私 像那个秦城自恋的那个白流书 根本就是很自私的 或许为什么像在这个半生园里面 会遇到他的那个姐夫 就是祝宏才 那那个人他根本是个小人物 只不过他并没有当汉奸 可是呢 他还是会有很多 跑出去帮别人做一些什么买卖啊 然后很容易成功 但是又很容易失败 所以我们现在看张艾玲的小说 反而更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的一种折射 是没有偏见的 你可以说其实是更客观的 你像我最近看那个田壮壮 拍那个吴清源 我看了一部分 倒不是说这个电影怎么样啊 我是说他这个吴清源的这个选择 也引起了我的这种思考 就是说呀 比如说围棋 他那个时候在日本下围棋 好 但是两国开战 日本打中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老师就会跟他讲 你要回中国吗 他可能本来想有冲动回国 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围棋 战乱没有围棋 但是围棋之道是至高无上的 在这一路人看来 所以说你应该留在日本 你应该选择围棋 而且还入了日本籍嘛 对 但是所以说有些时候这个事情啊 你说起来很容易让人困惑 说在民族存续威亡的时候 你是应该追求你的围棋之道 成为一个啊 千古流传 或者怎么怎么行 还是说应该去做一个抗日制式 投选救国 但是问题是 这是有不同的价值选择吗 我们把这个吴清源的故事啊 换成另一种状态来想象 假如当时日本的 日本也没有围棋 日本不是世界上第一围棋强国 假如是美国 假如说是美国 假如美国人围棋最厉害 那么当时吴清源呢 他为了要追求围棋之道 那么在抗战的时候 离开了中国 加入了美国籍 我们会不会比较觉得没问题 是吧 我们会觉得好像比较没问题了 对不对 所以你在讲 其实就是一个两个东西 一个东西就是 我觉得现在看社会 或许看文艺 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如何去界定那个context 就是那个背景是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我发现 就是一棒打下来 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去按照 我们认为对的事情去走 其实就是没有在看 每件事情有他独立的一个背景 包括一个人自己的信念 所以我们讲到说 张云林怎么样 或什么 吴清源怎么样 其实他们都是一个个体 他们都有他们自己觉得重要的价值 那这个价值就反映他的信念 所以当他相信围棋 当他相信这个人生 其实是很多灰色 这样的两个个体的时候 别人要怎么去围找他 会怎么样 他其实还是会走出自己的道路 但是这个东西需要时间来证明 当时有可能就是没有办法 可是我常说历史有时候还是公平的 就看那个时间长还是短 像我们在做那个四大名著的那个戏 在改编 那每个初期我们都帮他找一个英文的标题 水浒传是what is man 就是什么是男人 然后水浒传叫什么是男人 对 然后西游记是什么是fantasy 什么是幻象 那后来我们就谈到说三国 下一部马上要做三国 那我的编剧就说 好像应该是what is time 那我说为什么他说斗长命啊 看谁活得长 对 是是是 这历史这个东西 他的这个所谓公论 其实还是在他的那个背景 可以有足够的距离跟空间 而且有时候他是什么呢 一报还一报丝毫不爽 你在这头的选择就有这头的报应 在那头的选择 你比如说像湖南城 对吧 那他你你当年参与了这个日委 那么你看在政治上 你就落得这么一个评价 可是呢 在几十年之后 我们对你的文字是尊重的 政治是政治 他自有他的评价 该判刑的判刑 到时候该甚至该枪毙的就枪毙了 但是呢 可能还存在 还存在另一个价值标准 文章千古事 甚至你比如说宋徽宗 到今天说起来 你说政治上好像是个失败的皇帝 但是呢 这并不妨碍 他在艺术上 是一个千古留存的一个画家 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还不只是我们要把所谓艺术的价值 跟政治的价值要分开来看 有时候是可以合起来看 但合起来看是我们看那种更复杂的 更优维的那种一个个个人 他在一个不同的环境状态底下 他的性格是什么 他怎么去选择 我觉得我们讲汉奸两个字的时候 我们已经想象出一种投射出一种汉奸的人格类型 但是呢 世界上没有两个汉奸是一样的 就他们做汉奸 他们一定都有自己不同的处境 在面对不同处境 难道汉奸也要分中间善恶吗 不是不是中间善恶 而是我觉得我们事后来看 我们现在不是打仗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现在成平时期 我们事后能够从他们一个一个很个别的人跟故事里面 学到更多关于人是什么 人生是什么 人的处境有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我觉得对我们今天后人来讲 学到这些东西 有营养 比去学 比去判断谁是汉奸重要多了 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现在 你刚刚讲胡兰城 我觉得胡兰城是个很特别的人 就很多喜欢张爱玲的人都很讨厌他 也有些人会很喜欢他 他的文字真的很特别 而且我最近发现他的字本身就很特别 因为我最近接连在几个月以内 看过好几幅他的书法 他的字我真的是没见过有人那样写的 是一看我们 我跟几个特别懂书法的朋友 他们第一个看起来那个感觉是什么 这人真是狐媚 对 就狐狸那个狐 因为他写字 比如说他有时候写这个我 他是一笔把它写出来 然后是托笔画托得非常的长 非常的柔软 像穿了一个袍子吗 对 那种柔软很奇怪 那种柔软 比如说几个 有些文人写字也是很柔软 张伯局很柔软 但那是给人是文弱书身 但湖南城不是 湖南城就是那种给你觉得我是一条狐狸 真的是有那种感觉 那是很特别的一种状态 就是我觉得这每个汉奸啊 都是很有趣的 其实是我为什么对汉奸或者对间谍这种东西感到兴趣 就是因为我觉得那都是不一样的人 但是他们被我们认为做出了相同的选择 为什么不一样的人会做出相同的选择呢 这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然后汉奸会不会又会变来变去呢 比如说像呃呃 forcément 像就是电影里面易先生去模写那个角色 最近龙印台呢 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 为什么 因为他在德国的图书馆 找到一些材料 出来证明 就是丁墨春呢 在抗战结束前呢 其实已经重新回到国民党怀抱了 甚至是帮重庆政府呢 做敌后工作的 那么当时呢 国民党的军统的头戴笠 还特别欣赏他 觉得这回干得不错 叫做报国了 已经是立功报国的人物 但到最后 还是被人说是汉奸 然后枪毙 所以说现在讲的这个什么 郑平如的这个故事 这个女人我觉得也真传奇 现在是说是烈士 其实说她是什么中统啊 军统啊 人家查那个组织名单呢 现在说充其量 她是个外围人员 就是一热血青年 但是长得非常漂亮 上梁有杂志封面 当年上海的这个交际花 可是实际上心中热血啊 就是一直闹着要执行任务 要执行任务要刺杀 就是说他就说他这个接近丁莫村 最后刺杀丁莫村 但是你看像这样一些人的事迹啊 现在在档案里都已经很难找到 但是这些人物啊 你想想看当时上海多混乱 这些所谓的间谍 汉奸或什么 他们身份是常常变换的 是一个人呢 背背后背着好几个组织的 你永远不知道他的效忠 真正最后的效忠对象是谁 往往往往往是这样 就所以间谍你想想看 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他背负的一个身份 埋藏在另一个状态底下 到底他是谁呢 所以间谍是这样的一种人 间谍就是一种永远在跟 永远跟我是谁 这个问题有关的 这样的一种人 身份认同的危机 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你如果现在到 街上的一些DVD店 你看一看 就很多很多电视剧 都是用这个做题材 那其实在过去的 大概五年左右吧 美国的电视剧 也是特别多 这样的一种特工的 这种题材 男的女的 什么间谍A啊 什么都有 连蔡依林最近的一首歌 都叫特务J 所以这个特务 特工这个东西 其实跟那个时代 很多人有不安全感 其实很有关系的 他也特别容易去认同 这种特工的角色 我们说香港 虽然没有特务 但是我们很多卧底 就是警察跟黑社会 根本这个无间道 现在就变成是香港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文化符号 就是用无间道 来象征一种文化 这种文化就是 很多人夸号香港人 其实不知道自己 真正的身份是什么 所以他好像是 为一个组织服务 但实际上 他觉得两边不是人 所以他变成很漂泊的 这样一个状态 到头来都是为他人 做嫁衣裳 对 这是很多人的命运 你像我们那个时候 做中国远征军在云南 有时候我觉得真感慨 当年抗日战争结束之后 要算总账了 可是当时有一个县长 他是当了日委的县长 可是他利用县长的身份 保护了很多抗日的战士 救了很多人 那么你说对他的功过 怎么评价呢 但是当时在那种革命形势下 没有办法 因为出现在公众面前的 你是为日委服务的 所以最后就要忍痛枪毙 就要把你当汉奸 把你毙了 可是知道内情的人 你不会觉得这个人的一生 也是 而且我觉得在台汉奸的时候 还要反过来看另一种人 就是所谓的爱国知识 这个爱国知识要加引号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想象的爱国知识 爱国青年就是一腔热血 很正面 但也不要忘记 这帮人也可以是很复杂的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像德国 我们其实可以参考德国 因为德国跟中国很像 德国或欧洲当时也有很多跟纳粹合作的艺术家 对不对 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 盟军处理的一个大问题 就是一帮艺术家 也要过关的 有些大指挥家 比如说福特万格勒 他又过去帮过纳粹做事 那么现在怎么办 该不该让他继续回到柏林爱乐 当艺术总监呢 也有很多这种问题 那他们当时在处理的时候 就发现有这么一种状态 有这种现象 就有一些很年轻的指挥家 年轻的音乐家 年轻的艺术家 野心勃勃 他知道自己艺术成就 是比不上这些老人家的 但是他现在抓到一个机会 就这些老人家 都曾经在纳粹政权底下合作过 所谓合作的意思是什么呢 比如说福特万格勒 他的想法 他的想法很简单 我太爱指挥了 这就是我的生命 那么但是纳粹来了 那我当然还要继续指挥下去 那么只不过我现在挂了一个纳粹的一个官的一个名鞋 但我还是在做指挥 这样子就要一个合作者 这是一个德奸 对不对 变成是同流了 对变成是同流了 然后他后辈呢 可能呢 这时候就解放之后 后辈就出来说 你看 这人很多的污点 怎么样 我们要揭发他 但他里面你说他是很爱国呢 还是因为他想取而代之呢 他要代替他呢 所以咱们聊的这个事啊 我觉得其实对我有什么启发 就是看到人的复杂性 过去我们这个感觉 论断人 判断人 对待人 往往都是贴标签 简单 粗暴 但是实际上 这一个个标签后边都是人呢 人太复杂了 甚至是前前前半生是白 后半生是黑 今天早上是这样 今天晚上是这样 他这个 而且在不同的情况下 一不留神就成了什么奸了 对对对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不是说 比如说对于这个文艺工作者 就应该作为一种特殊国民来对待 但是我看一些传记 我老实讲 的确我有这种感觉 你比如当年什么毕加索 加入共产党之类的事 你会觉得他至少有些艺术人才吧 他在政治上真的是幼稚 你这个东西 你现在事后你说起来 你觉得这样 他选择对了 选择错了 你在当时啊 我都不相信他这样的人 他能判断清楚 形势 他那个 你知道有些艺术上的人 他是吃 吃人呢 他完全陷在他的这个系里 他哪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事 可是你有时候觉得该怎么看待这样的人 所以我为什么我刚刚说我们要更开放去看所谓的特务 间谍汉奸什么这种这种状态 这种两面人啊 是因为 我们在他们身上能够看到很多很普遍的人的处境 其实你换一个角度讲 很多日常生活里面很多人他可能会面对的也是一个不忠的问题啊 比如说我对我的丈夫是够不够忠心呢 我有婚外情 这是是不是某一种汉奸的变形呢 绝对是 是吧 对吧 你对你公司的老板忠不忠呢 对啊 对吧 对啊像这个我的信念是什么 我的价值放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就是说 有些人真的他可能就完全没有信念 就是别人给他钱 他就替那个人讲话 那是一种 但是有些人呢 他本身其实是有一些信念的 只不过他要维护他这个信念的时候 他有可能要做出一些别人看他 就是完全不忠的事情了 那这个他维护的东西其实还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要研究的就是要研究 他相信什么 他为什么 对很多时候都发现这种状况 你在这个圈子里说 你是罕奸 你是叛徒 但是你在那个圈子里呢 你又是个殉道者 你